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是我們蝸牛第九輪抽卡抽的活動公告影片喔 一樣老樣子來複習一下 我們販賣器這邊每天都可以獲得100蝌蚪活動福利禮包嘛 內容物就是這樣子 抽卡加年華這邊500抽的話等於一輪 我們可以獲得1100的活動積分和以下的物品喔 這次400抽的貴重品 雙中太陽神鳥金氏 這個是新的貴重品 貴重品抽獲機這邊 第一個是2S的天鵝壺 第二個是3S的這個全新貴重品 第三個是我們的羅蘭之歌喔 限定兌換的這個東西 第一個是物種起源 第二個是甲骨文 第三個是瘋狼之角 這次的限定兌換其實東西真的是不錯耶 好我們一個一個來講吧 貴重品抽獲機第一個貴重品是我們的天鵝壺 重點就是白珠有機率性轉成綠珠 綠珠變成藍珠這樣子 因為其他的那個貴重品效果其實都還好 但重點的話就是我們的這個轉珠值的效果 然後第二個2S的羅蘭之歌 重點就是我們獲得越來越多的文化類的貴重品 可以額外提升蝸牛的生命以及防禦力 貴重品改造第一個是提升了蘑菇圓的產量 第二個是上限 第三個是放在英倫博物館 可以額外增加自身的文化喔 但這個東西就是功能性的效果啦 大家還是斟酌使用一下 蘑菇圓產量這個東西是不錯的 並進兌換的3S貴重品物童起源 它最主要的效果是提升了克隆速度以及黑蝌蚪消耗降低 另外還有額外追加蝸牛的攻擊力 以及這個最推的模擬裝置的效果 這個3S貴重品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就是換就對了 第二個這個甲骨圍是探索的時候沒有機率性可以獲得雙倍的藍色或者是紫色的卡片 這是這個貴重品重點的效果 其他貴重品改造這邊的話是針對華夏的部分 但這個東西我覺得還好 重點就是探索卡片 第三個我們這個3A的瘋狼之角 這個東西也講過很多次 出現了很多次了 我們這邊只要研究天使類的基因 可以獲得蝸牛的攻擊以及防禦力 這個東西我自己也都覺醒了 因為代表它的出場率是很高的 沒有這個貴重品的玩家一率就是建議兌換喔 這邊先來上一下氣球大作戰的規則 是階段3的兌換方案 再來是階段4的兌換方案 我來看一下階段1到階段4的獎益推薦 階段4的話是要破錢抽馬這個就是老樣子 然後這也是獲得的是魯略力 應該大部分的玩家只要你玩得久的應該都已經覺醒了 我們就直接看1到3吧 階段1是看個人嘛 階段2這邊我會建議是換器官 對 器官我覺得這個紫色器官還是OK的 這個來路不明的腎臟是提升了我們蝸牛的暴擊率以及暴擊傷害 所以我建議優先來兌換這個東西 第三階段的兌換東西 望遠鏡如果有缺的玩家你就換 十字搞的玩家你只要挖到差不多2500左右 你其實也可以不用換啦 重點的話就是換我們的器官寶箱 階段4的東西是需要破千抽的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還是直接跳過吧 因為畢竟現階段來說也快過年了 說不定又會有一些什麼過年的新活動 所以大家就稍微留一下白蝌蚪 接下來來看一下周禮包內容吧 第一個是那個200白蝌蚪禮包嘛 就是我字幕這邊有補到的 第二個特點禮包這個就是33元台幣 然後我們這邊購買完可以獲得活動類肖像 活動類肖像這個東西就是跟研究速度有關係的 下面這邊最重要就是在講我們這次新的那個3S貴重物的一些什麼文明幻境啊還有一些小小的介紹這樣子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抽卡週的內容就直接簡短的快速帶過 順便帶大家來複習 然後3S貴重物我們到時候禮拜五看它的效果吧 影片就到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拍照